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86回 魔兽 有的在地上飞窜奔跑 有的在低空滑行俯冲 还有的在更高处鼓动翅膀狂山不已 而一批飞车巨舟啊 更是发出了嗡鸣 也徐徐的向前方靠近 在这些魔族飞行巨物附近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群群的身穿战甲的魔族甲式 有的足踩魔云 有的驾驭魔兽 一个个满脸煞气 至此呢 魔族对天渊城的攻打正式拉开了序幕 一座黑幽幽的密林当中 一名身穿黑色魔甲的肌肤如雪的貌美女子 正盘膝呢 坐在一棵巨树下方 闭目条膝着 在她一旁处 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窈窕女子 面带担心之色的 在一旁静静守候着 竟是袁煞子女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黑甲女子轻吐了一口气 双目默然睁开了 六七姐姐 怎么样 伤势可全意了吗 袁煞脸上一喜急忙问道 全意 六七哥落日真宴 要是这般好驱逐 当年也不会在圣界拥有这么大的名口了 虽然服下了一些丹药 但是也不过勉强的压制一株些伤势而已 除非回去立刻闭关百年 否则别想彻底痊愈 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呀 六级同样法力未复 旧伤难愈 否则区区一个化身 又怎么可能在落日见下逃生呢 黑甲女子淡淡的说道 的确如此的 不过纵然如此 在本体无法降临的情况之下 单打独斗 我等在其面前仍是不堪一击呀 袁煞文言脸色有些复杂 最终的轻叛了一口气说道 你也说是单打独斗的情况 现在的宝花已经不是圣界圣祖了 我等有大军在手 何须何其单打独斗 不过你回去后 却真不能轻易的落单了 只有待在大军中才算安全呢 多谢姐姐提醒 不过按照宝花的性格 似乎也不像是在特意的找我们的麻烦 毕竟即使灭杀我等几个化身 对其处境也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她在明知圣祭已经开始 还敢出现在此地 我看多半有其目的吧 袁煞仔细的想了一下 慎重的说 另有目的 能有什么目的啊 她现在最大的目的 应该就是治愈身上的伤势 恢复所有的法力吧 黑甲女子冷笑了一声 恢复法力那就对了 宝花本身也是我们圣界有些名气的占卜师 难道就是为了此事到此地的 其他的事情 应该没有办法让她冒此风险的吧 嗯 可能真是如此吧 谢谢 但此事还等以后再详细的商讨 我看现在 我先带你返回人族去 只要和姐姐另外一句话声会合 自然就可高枕无忧 袁煞点了点头又建议到 我这一次忙过其他老家伙耳目 偷偷地来到此界 可不是为了缩手缩脚潜伏不出的 而是为了给我等争取更大的好处 按照当初的圣子协议 无论谁打下的人族领地 到最后建立本族在灵界据点的时候 都可拥有一半面积的处置权 如此大的好处 我自然要为我等一派争取最大的利益了 飞驾女子神色凝重 那 那姐姐的意思是 人上戴眉一昼 我回去后会服下索隆丹 激发这些化身的潜力 让其暂时恢复八九成法力 如此一来 只要不是面对过于强大的对手 仍然可以暗中出手的 索隆丹 那姐姐岂不是百年后必须闭关千年 才能让伤势真正痊愈吗 袁尚听了这耳似乎吃了一惊 没关系 这一次只要能等到唠叨足够的利益 让其妻一去化身闭关千年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过在此期间 还是要妹妹多多守护 以防这化身真的隐落掉啊 黑甲女子缓缓地说道 这个放心 我这次下届原本就是辅助姐姐行动的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还会遇到宝花 想一想当年我等几人之间的旧情 还真的让人叹息啊 袁尚哭笑了一声 哼 既然宝花选择了和我等不同的道路 那就没有什么交情可言了 胜着为王败者为寇的道理 原本就是我等圣族的铁责 若是我等当日失败了 下场啊 绝对会比如今的宝花还要凄凉得多 黑甲女子哼了一声 冷淡地说道 也许吧 但是宝花毕竟是我们圣族三大始祖之一 要想彻底的消除其影响 还是不大可能的 不少人虽然说表面看不出来 暗中对他还是忠心耿耿的呀 身为圣族之一 影响虽然不是一般的圣族可比 但是就算影响再大 也抵不过时间的消磨 三万年 四万年 也许呢 还有人记得忠心于他 但是十万年 百万年一过 影响自然会云消雾散 不过也不能任其就这般的在附近游荡 一等级本体可以降临的时候 我自然会 组织一批人手专门去对付他 到时候 纵然不能将其彻底的绞杀掉 但是也绝对不允许他坏了咱们的大事 黑甲女子满面煞气的说道 嗯 姐姐有了决定 小妹自然并无意见 现在姐姐既然伤势压制住了 我们立刻动身返回人族吧 我出发的时候 人族的天灵城静置已经被攻破的差不多了 也许回去之后就彻底的将此城占领了 袁尚点了点头 脸上的突然出现了一丝兴奋的说道 我另一句化身统帅的大军 是我天挑万选的精锐的力量 足够排在所有降临灵界大军中的前三 若还没有办法拿下去去一座人族主城 反倒是奇怪之事了 黑甲女子淡淡说道 并不感到意外 这倒也是 或者姐姐那句化身 也不会有余力派我出来破坏人族的小动作了 袁尚笑了起来 好了 走吧 希望事情真的像我等想的如此顺利 黑甲女子抬头看了一下天空 目光一闪的说 哎呀 姐姐 可惜的是啊 这一次便宜的那个姓韩的小子 白白的让他逃得了性命 袁尚想起了这次追逐的主要目标之后 又有一些郁闷的说了两句 黑甲女子微微一笑 没有接口 却一张口呢 撼住了一团红光 在红光中赫然是一只 晶莹剔透的红色马车 数寸大小 精致异常啊 法则一催 顷刻之间 化为了数丈大小 原上毫不迟疑的身形移动 人漠然的出现在了飞车之上 黑甲女子站起身之后 一台修长的双腿 也徐徐的飘到了车上 下一刻呢 飞车体表 光芒一闪 化为了一道赤红水腾空而起 一下子向天边破空而去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五个月之后 人族的三大皇城之一的天灵城啊 终于被无边无际的魔族大军给淹没了 此战不但城中所有的修仙者战施 就连几位合体骑长老啊 也被高阶的魔族硬生生的困住为伤 不过呢 这几位人族顶阶存在的临死反扑 也是凄列至极啊 竟拉了相同数量的 同阶魔尊和数以千里的高阶魔尊 一起自暴陨落 只有那位新任灵皇 却出人意料的施展了某种不可思议的神通 突然将法力提升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竟从魔族大军中硬生生的杀出了一条血怒 身负重伤的逃掉了 但是战后 却再也没有这位凌皇丝毫信息呢 统帅魔族大军的高级魔族大怒之下 不但将城中啊 所有情活的人族修士 灭杀一空 而且呢 还将天灵城的象征 那棵直通九霄的擒天玉树 也硬生生的砍伐而倒了 整座灵城啊 随之崩溃 残存的建筑实不存一了 不过 这支魔族大军 经过天灵城一战 也同样的损失了不少的元气 并没有马上的向相邻的区域 继续扫荡而去 而是就此呢 在天灵城遗址上 筑扎修整了起来 并源源不断的 从魔界通道中 补充着魔族魔兽 更让天灵城中残余的人族吃惊的是 这些魔族竟开始啊 在所占区域大兴土木 修建出了更多的魔族堡垒和要塞 还在附近呢 种植一些喷土单薄魔器的漆黑的古怪的魔术 一副呢打算在真人族长期居住的模样 这些人族呢 势力惊慌之下 拼命的将这些消息向其他区域的人族据点传送了过去 没有多久 包括天灵城在内的几大超级据点呢 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表面呢 没有太大的反应 但是暗中自然又是一阵波涛汹涌啊 王荒世界中 墓祖领地边缘处的一片原始密林中心处 十几座百丈高塔和一节节灰白色的城墙 组成了一个直径离许的小型要塞 在这要塞中 魔器翻滚 隐约的可见一对对披甲的魔族 在城墙上一对对的巡逻着 而在要塞上空 一个魔许大的黑乎乎的大洞 在魔器中若隐若现 正是魔界和人界交融节点之一 不过此节点呢 相比人族领域的那几个超级节点来说 实在是狭小无比 根本呢就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而在要塞中巡逻的那些普通的魔族 也一个个皮肤淡红 修为低下 似乎也非真正的魔族精锐 这也很正常啊 如此小的节点自然不可能铸扎多少魔族力量守护的 这还是出现在 木族领域的节点数量远逊于人妖两族领域的 否则连这座魔族要塞都不会出现的 不过呢 从要塞四周大片焦黑的树木 以及坑坑洼洼的地面 可看出此地呢 也经历过不止一次次的争夺的 但失败者显然并非驻扎在此地的魔族一方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木族大势力根本没有看上如此小的魔族节点 而将真正的力量投向了那些真正威胁木族生存的巨型节点的攻击上去了 但是对于木族本地的一些小势力来说 此节点呢 却是如同眼中钉肉中刺 虽然是不拔不快 故而呢 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呢 他们必定组织一批人手攻打一次 可惜啊 每次都功亏一篑的 没有得手 而这要塞 魔族在节点源源不断的补充力量下 反而呢 渐渐的呈现出了一种越打越强的趋势出来 这更引起了附近魔族势力的一阵恐慌 攻打的次数越发的频繁了 这一天 在离要塞 数十里外的密林当中 一队队身披黄绿两色木甲的木族人诡异的出现 并用木顿术呢 向魔族要塞 徐徐前进着 这些木族人虽然说修为啊 参差不齐 但是一个个行动无声无息 倒也是一副训练有素的模样 在他们中 一个练习级别老者和一对化神后期中年男女修为最高 明显的是为首之人 三者不但用顿术走在队伍的最前边 还互相传声 小心的交谈着 朱老啊 这次要多谢你出手了 只要能助我等将这魔族要塞拿下 我等几家回去 一定重重相谢 那名面容清秀的中年男子呀 大为感激的对老者说道 哎 没什么 老朽也是木族一员 在对付魔族上多出些力气嘛 这也是应该的嘛 不过 我这次冒着本家无人坐镇的风险 长途跋涉来到此 也是极其危险的呀 此战还需速战速决呀 老者摇了摇头似乎有些忧心 朱老放心 我们这次几家几乎将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了 也存着一战决胜负的心思 否则的话真的再拖下去 对我们不利呀 根据上一次一战的试探 要塞中修为最高的 也不过是四个化神级别的高阶魔族 由朱老出手的话 这一次姐姐她们肯定不成问题的 另外一名肌肤苍白异常 脸上一丝血色没有的木族女子 也低声的传音说道 嗯 若真有这么几个高阶魔族的话 全交给老夫也就是了 你们要先出手毁掉那魔族节点 没有了节点 这些魔族即使逃掉 也不足为据呀 老者点了点头 但也不放心的嘱咐了一声 好吧 就以朱老之言 等我们先毁掉那节点之后 回头再来助朱老尽量的击杀那些高阶的魔族 木族的这一对男女啊 互相望了一眼 一口答应了下来 老者文言脸上表情为之一松 三者下面呢 又滴滴的商谈了几句之后 就不再言语的专心带队赶路 但无论这三名高阶的木族 还是后面数以千计的 其他的普通的木族人 都没有想到啊 在密林上空的一朵灰暗的云雾中 终有一对蓝芒闪动的陵木 淡淡的望着他们 这陵木的主人一身青山 面肉二十来岁的青年 正是呢 数月都未出现的韩历 此刻呢 他一边打量着下面的木族队伍 一边望了望远处魔族要塞的方向 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突然他嘴角微微一笑 身形一晃就在空中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最终呢 化为了一道淡若不见的青色的影子 一下子飞出了灰云 他低空中啊 徐徐的飘动 紧跟这些木族人向魔族要害一同飞去 半个钟之后 魔族要塞附近 密林中突然一声长啸爆发而出 随之呢 一片脆光闪动啊 摆一具数十丈高的巨大的牧人 凭空从林中冒出 并步履如飞的直备要塞 狂冲而去 紧跟这些巨人之后 数千名木族人呢 也足踩各种飞行法器 狂涌而出 一只只翠绿的木矛和弓箭 纷纷的在他们手上浮现 抬手之下 无数翠芒呢 向着要塞密密麻麻的击射而去 无论木矛还是箭矢 在脱手的瞬间 纷纷的几大狂战数倍之际 魔族要塞的防护光幕 顿时爆发出了无数的刺目的光芒啊 并传出了连绵不绝的巨响之声 欲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287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